单击打开按钮打开所需的文件 本节我们讲解一下基准轴命令的使用 通过该命令创建新的基准轴 执行基准轴命令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选择菜单 插入基准点 基准轴命令 或者是单击主页选项卡 特征组中的 基准轴按钮 选择其中的一种方式打开基准轴对话框 在类型下拉列表中有九种类型 第一种自动判断 根据所选的对象确定要使用的最佳基准轴类型 焦点 通过选择两相交对象的焦点来创建基准轴 曲线面轴 通过选择曲面和曲面上的轴创建基准轴 曲线效实量 通过选择曲线和该曲线上的点来创建基准轴 在工作坐标系的SC轴上创建基准轴 YC轴在YC轴上创建基准轴 CC轴在工作坐标系的YC轴上创建基准轴 两个方向通过选择一个点和方向实量创建基准轴 两点通过选择两个点来创建基准轴 我们选择点和方向类型进行操作 指定通过点 指定时量 单击反向按钮可以调整其基准轴的方向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基准轴的创建 接下来 期待